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到了2012年尾 到今时今日都仍有很多人认为 男女是不平等的 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 男女公平对待的情况发生的 我自己觉得是真的 为什么呢?今时今日 男女不平等我觉得更加明显 因为女士的地位已经更加高了 男士反而 越来越落后越来越难 千万不要觉得女人是比较弱的 今时今日的女人是很强的 你怎么看? 我赞成的 为什么现在好像你这样说 女人是比男人强的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三个星期没上班 我突然想起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我们刚才说了什么? 我们刚才说了什么? 因为我都整个星期没工作 你已经做了整个星期 男女不平等的情况 其实有人说是没有可能男女平等的 因为男和女的身体构造已经不一样了 对了 到了今时今日 你说男仔厨师多到不得了 真的 对了 男仔的发型师多到不得了 真的 专业的男人化妆师多到不得了 现在男人要做女人的工了 反而女人是跟男人争工做的 就好像你看到 就是说这个黄公灿烂 我们的剧组人员 你就是说你的组织 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 差不多佔了八比二 女士是佔了八成 那么多 那些男人说什么 知道吗? 不爱拉又曬了 你分分台台 很辛苦的 你知道吗? 对了 到了今时今日 你的上司 你的CEO 你的director 分分钟一 都是女士来的 以前这些位子 怎么也好 我们想说一下 你自己的工作崗位 无论你现在是男女都好 或者你自己站在中间 陪会 当然要走哪条路 我们都欢迎来找上来 我们绝对是男女 男男女女名等 就好像我们这个 电影《王公灿烂》的主题曲 你看看 八个人唱 全部都是男仔 好男女名等 像英雄歌 很难找到女仔唱 所以美恩 魏玉 可以打上来说 你在工作崗位 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就是监制不准你唱主题曲 魏玉这些唱监班 不准他唱主题曲 摆明就是性别歧视 是吧 等你打上来说 在你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你会觉得 有什么是 不平等的性别 所以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等你打上来 好 等我来说什么 我休息了很久 我休息了很久 未必有人对男女都不平等 对男女都很多事情不平等 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走得了吗 我走得了吗 我上班 我上班几大钟 我已经很辛苦了 你知道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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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